好 小米聊天 跟大家聊天 今天想說一宗最近都很多新聞 就是什麼呢 計算區議會選舉 我不知道你那區什麼人出來選 但是現在都知道民主派 香港還沒有民主派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一些獨立人士 你知道一到快選舉 今年是12月10日那天跑馬 那天跑國際賽 那究竟國際賽 為什麼不讓路 我不知道 到時候再說一下這件事 那你現在看到 我看到那些左派組織的人士 已經說我握手 你知道我這村子我住了幾十年 那他看到我都覺得 當然左派朋友 那些人他認識我 我不認識他 就是 來自民建聯的 那我那區是民建聯的 的 裝腳很多的 因為我認識的那些阿公阿龐都全部都是民建聯 你知道有派米又成的 有陳恆斌的辦事處 當然 就是算了 那你今年 這個 民主黨說 拍六名 其實民主黨我也曾經說過 歷史任務 原益時勢 其實 羅建希多想搞都慕容 完了 老實說人家來的緊箍咒 因為現在你們要做這個區議員 又要牽涉三個會 那美國防火會 不知道是什麼 他認識我我又不認識他 那為什麼這些會影響到呢 不知道 其實做那麼多關卡都是 他選那些他認為他心儀的人 那心儀的人一定 自稱 愛國愛黨 但是這些人我永遠不相信 我不相信的意思 不是說那些人怎樣 通常 真正愛國愛黨的人 不會掛在嘴裡 我認為 整天說愛國愛黨的人 不會掛在嘴裡 真正愛國愛黨的人 真正是會為社會做事的人 是不會輕易地說 不會 一定不會 所以你經常說真正 你看那些人有沒有捐錢去那些水災 或者國家有什麼出來 沒有 還有你用iPhone 還是用華為 你家裡會不會常期看中央台 有沒有訂大公文匯 不是免費的 你是要訂大公文匯 或者你再訂大陸的報紙 你訂深圳特區報 或者你訂什麼 這個就非常之重要的項目 但是我想沒有什麼人會做 就是沒有什麼人會做 這個真正愛 就是我想 就是說出來就是這樣 當然今年我想最好 他希望 就是希望以三成投票率 我想不會了 自從那次反修例 那次我想是最厲害的 全香港 因為我這麼大的 其實我都是一個公民責任 我記得投票我還沒試過要排隊 只有那次要排隊 那當然最後所有阻滯都落 差不多所有阻滯都輸了 輸了八九成 那當然跟著 調戲當然不決 跟著就覆卓 跟著又說 就是很多條例 跟著很多區議員被人DQ 是吧 你不愛國愛黨 但是其實這樣搞了之後 大家知道 香港已經很難再重新 以後高投票率的境界 就是很難再重新去到以前那個 那個就是去到以前 幾個成 現在有三成 可能以前有六七成 現在大家基本不會看 我最搞笑的是 麥美娟少爭 前幾人接受這個電視台訪問 她還說 投票率低很多原因 有什麼天氣不好 天氣熱 天氣冷 下雨 其實這次也有說 我想一想 為什麼賽馬不讓 如果投票率低 就因為跑馬 我想一想 我覺得奇怪 應該以 政府會單聲給賽馬會聽 賽馬會應該做適當 你搞國際賽 或者大家怎麼樣 馬會會走一走 正常啊正常 但是為什麼最後都 正常不到呢 正常不到的意思就是 為什麼要一起 大家撞旗呢 我想一下 是的 如果投票率低 就因為跑馬 當然賽馬會 就是 叫做 吃不吃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要做這件事 還有 這次當然 吹是吹得 大家各大競爭很大 但是全部都是 左仔鬥左仔 工聯會鬥 民建聯 或者自由黨 經民聯 還有一些外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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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將軍澳區 一定要 我們阿珊姐 就是方學生小姐 就是阿拿渣 如果不是阿拿渣手下 在將軍澳選 不是容易選的 做實事 是真心的 方學生 好像以前的自由黨 後來就自己獨立人士 他選區議員 他就很難輸 他自稱是做實事 因為我以前訪問過幾次阿珊姐 有一次我見到大圍都幫別人站台 我見到他就叫阿珊姐 因為他是做實事的人 很厲害 雖然為什麼最後 就是為什麼今年的立法會 好像他不選 我就不太明白 就是我 我當然這方面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最後就 那個問題就是 將軍澳區是很厲害 因為以前阿孫帕文我老友去選過 只有幾十 不知道只有多少 我忘記了 那麼 我一選 哈哈 我知道之後很多朋友有選過 林康正也選過 以前 唉 但是 那 就是你看到 根本就是 你沒有裝腳 很難選 他也 就是空降 只能夠炒政治議題 有炒過多次 那是2003年那次 第二年所有 官同流 誰都輸的 二國圈好像都輸的 是吧 就是我們以前很喜歡 我都幫長毛 很多年前 在這個 平石川 叫做 叫做 就是我們都試過 叫做幫手推票 幫長毛 就是平石川 我想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是吧 但是最後他都不夠 都不夠人家鬥 因為你很難的 左仔是 那個資源 但是今年我想好體財就是 左仔鬥左仔 但是有沒有共 有沒有協商呢 有配票呢 有沒有掌心裏呢 其實今年如果真的 他們想 有三成他其實都高估了 區數有三成 是吧 就是證明他都 以為自己都很 很有這個 辦法 三成投票率不是低的 說真的 那是不是真的 那麼令人感覺 那麼堅平 我覺得香港 這些所謂 建制地區人士 那個參選 究竟 就是練兵而已 無論公聯會也好 這個 立法會也好 那你今年 不過今年就見到很多新人 就是我不知道 以前就很喜歡 立法會的人士 兼區議員的嘛 那時候是屌的嘛 你老闆 你根本已經 立法會都不肯開會 你還做區議員 有些人是頂到盡的嘛 就是我最頂到的是 馮檢基 你真是是不是 不過就爆破了 今年好像沒有聽馮檢基 你坐出來選 有見文協出來 就是搞 因為文協那些 那一招就聚了 好正啊 又傾又齊 就是 其實那些什麼我都不明白 那時候 是吧 不過 他們的老巢 在深水埗也是有些 就是文協都很多年 街工我就不知道 現在梁耀忠都不知道 他去哪 我沒什麼留意 這些 就是這個 這些所謂民主邊緣組織 街工 街工是吧 好像是民主 港大 他又拿很多資金 就是那些 拿政府很多資金 做再培訓的嘛 職工盟都是的 但是你長天被人打了 職工盟都是拿很多 那些再培訓基金的 是吧 很容易的 很容易搞事的 其實跟政府關係很差 又不是 很差 又不知道怎樣 對不對 我不知道大家今年 有沒有心意的 區議員 對不對 就是區議員 你知道現在難做了什麼 我想 就是有兩種組織人 就會夾住 一種是關內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會 幫助關內隊 關內隊究竟 關內隊都是一個地區人士 那有多大實力 我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其實都是跟區議員 有些相衝的 第一 但是現在更多人 覺得最有用的是社工 哈哈哈哈 因為社工幫你搞 你搞得到公屋的 是吧 區議員未必會幫你搞得到公屋 就是社工就更加 很實際 如果真的搞得到那些社工 你知道我經常有些社工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不務正業的 就是我有時候幫一些 就是幫一些 那些叫農屋搞的那些 有些區議員 就是有些社工來大 我 那沒有一個奇怪 你覺得你都是人 社工而已 就是這個 都是 因為社工 可能 我不知道關內隊那個定位是怎樣 有沒有關內隊 陰點的人 希望選到這個 那個區議會 是不是 就是不知道 總之我看到 今年區議會 那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都不認識 很多人都不認識 那我只認識一個 就是以前 那個東哥 那個東哥就是以前 這個 亞洲電視做公關的 做到最後 最後的 那我曾經訪問過他 他專門做公關 他是一個好人 那原來他已經加入了 好像新聞黨 還說 我剛才所謂的新聞黨 哎呀死呀 月太不要罵我 哎呀太少了新聞黨 那你說 那只是 那些所謂的 左派 這個外圍組的五六黨 那你究竟 怎樣可以 怎樣可以搞得起呢 我看不清楚 就是 但是你說 就是 這些一定有配票 一定有 就是 你說硬撼啊 我不相信 我想西環都不喜歡 那變相 就是一早知道結果的事情 對於香港人都很清楚 一早原來 他長馬跑掉了 一早我現在看錄影 那 你說那個 那個投票率的意欲會 就是以前的投票率高 就因為誰捏誰 大家出盡錄影 才會推到投票率高 但是現在這些結果 就是建制派二三梯隊 就是 他們說 爺面會大又怎樣成功 那 那究竟是不是 那些由地區主任做到 今天 想弄上去 是不是行不行 那 我又 就是大部分名字我沒有識過 那他們做了什麼地區工作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問一些阿婆 真正 他們的資料 就留在阿婆那裡 阿婆說你行就行 對不對 那究竟是不是這個 這個 這件事是成功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 我想 咦 是呀 同學跑馬 那就對了 那麼區議會 如果有什麼事 因為國際賽 可能會帶你來 那些人就會 焦點去那裡 那就沒有人投票 香港很多馬迷 那些老人 投票 都是老人 如果你選左派的人 那老人 多 那去跑馬 那就投票少了 是不是 我想想想想 真是像 為什麼這麼久 都不叫馬會改期呢 原來我想想 是的 那又多個藉口 今次 投票率低 是的 我想想想 是的 加上你沒有什麼政治明星 近年真的沒有 不要說 那些民主派 那些全都收拾了 是吧 你看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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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致遠 是吧 我看到滴致遠 我看到滴致遠 滴Sir 他那當事都經費不夠 啊 阿朗哥 我以前也認識他 有見過他 都說不出來選了 那你說真是 真是很嚴重 那我不知道大家 今次 會不會出來投票 是不是 為香港著想 為地區著想 為地區人士 謀福利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 如果又 揮揮手 投誰 那邊區 那我就 暫時 好像我們 沒有對手 應該自然當選 這個民建聯 那我 他那次見我握手 他沒有派迷給我 那我又覺得 不是這麼巧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 有什麼福利 我不知道 要問問公公婆婆 才知道 究竟 這位大哥來 坐落 就是空降來 我來那裡做 啊 對於我小米 有什麼有所給益 是吧 好了 今集小米聊天講到這裡 那接下來呢 繼續和大家小米聊天